尽管一度落后20分,但SBL富邦队人不轻易放弃希望扛住被水一战的压力,靠着林书伟夺全场最佳27分,10助攻5抄截3组攻加上张宗宪22分,10篮板助队在延长赛以94比85击败卫冕军达星队将季后在首轮的系列赛搬成2比2平手,保住一线生机。 张宗宪又托中华篮球协会提供分享 富邦总教练许静哲表示,上半场防守很差,让达星得50分,加上团队进攻投不进,导致分数差距被扩大,但下半场球员进攻有投进,防守也有守住,是很大的关键,因为要赢达星就要投得进,因此投得进跟投不进是赢球的关键。 张宗宪表示,上半场被对方的3分球投傻了,所以下半场改变策略,预期让对手2分,2分地拿,也别让对方拿3分,并把握快攻机会得分。 许静哲透露,球队是用进攻带动防守,在手达星阳将不拉的这个点上,可以选择包夹或不包夹,而上半场球队选择包夹,结果就漏了3分,因此下半场干脆让阵中阳将赛勒自己手不拉,并把握住篮板,发动快攻,这是第三节得以追上的关键。 另外,许静哲也在中场休息时提醒球员要把球投进,如果没办法一节追平,就花两节追平。 本站林书伟能较出这番表现,他透露,其实队友和教练都不断鼓励他出手,就上去打,投你的,不要想太多。 最终林书伟不负众望,帅队上演逆袭,他表示,只是想办法打快,因为富邦是一支打快的球队,只想着专注于场上,积极带动球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